我们再来说一件蹊跷事 前不久的一天在四川成都 这一辆公交车正在行驶时 这车上突然传来了砰砰砰的响声 原来是一名男乘客在这车上点燃了随身携带的鞭炮 而且情绪十分嫉妒 生成不想活了 这是成都98路公交车晚上8点左右拍下的画面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 一名男子在公交车上从随身携带的胯包里 拿出一串鞭炮并点燃 男子疯狂的举动造成了车内两名乘客受轻伤 不过伤者在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接受完治疗后就已经回家了 随后记者来到了事发的98路公交车上 此时车上还弥漫着一股火药味 车上还有一些鞭炮爆炸后的碎片 公交司机黄师傅说 当时男子的胯包就被炸成了碎片 黄师傅告诉记者 鞭炮炸完后乘客们纷纷下车报警 这名男子也试图下车 但害怕他继续有过激行为 黄师傅立刻关闭了公交车门 使他没能下车 车上的几名男性乘客也留在车内守着这名男子 回忆发生的一天 黄师傅仍是心有余悸 男子当时的举动也吓坏了车上的乘客 乘客有些鞭炮的危机后 有些有个鞭炮的乘客 花了钱 钱都拿着来了 想下车 我一看 全很不对 乘客被吓得了 我吓得了 然后晚上就把车子停下来靠边 黄师傅说 这名男子在陈落路建材路口上的车 当时上车时并没有什么异样 不过在点燃鞭炮后 他的情绪十分激动 当时点燃鞭炮后 他的情绪确实相反激动 车上就打哟打哟 他说他不想活了 他就说他没得钱的话 他说他抚摸不关他 我去问那个生客 他说他想不想活 他要说不想活 他们两个都同归一些 然后那个生客就问着他 我想活 把他买回来口中 他情绪 记者看到 在公交车上张贴着 严禁携带 毅然毅爆的物品上车的提示 但是由于该名男子 把鞭炮放在胯包内 所以司机黄师傅 也不知道他携带了鞭炮 不过男子的这个举动 实在是让人想着就觉得后怕 事发后 成都110巡警就立刻赶到了现场 并将男子带回了万年厂派出所 接受调查 据了解 这名男子姓蔡 但是七岁 目前警方仍在对此事 做进一步的调查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